歡迎各位流暢,歡迎跑馬4的名格頻道 上個星期連續有幾天的開賽事都做完了 包括Gorlis Goodwood 轉目了三個賽馬天過來看 看完這幾天 由King George到Goodwood 四天英國的賽事 張先生有什麼看到或者留意得到 或者有什麼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賽後的心得 第一樣先說馬會很幸運 他沒有播放星期五、星期六 他選了二、三、四 因為二、三、四有一級賽 星期五、星期六沒有一級賽 這個主要原因 還有星期日他要播放法國賽事 他不想黏著 幸好決定沒有播放星期六 因為星期六爛尾 跑董事盃那場七、八場 跑完董事盃第五場就腰斬 腰斬 天氣太差 英國很少這樣 但終於那天 落九屍那邊 不行 其實太危險了 不跑 腰斬 馬會真是一句話 非常好運 哈哈哈哈 第二天天氣都很差 孤活舉 我們是暖了路 第二天啊 第三天我好起來 都不同 到最後那天 跑不完 爛尾 爛尾 好歹 馬會真是紅人當頭 沒有影響 好了 跑完居活之後 就跟著跑德國 法國 那些馬 連日是這樣的 星期日 原因是這樣的 英國 雖然已經有了 星期日跑馬 都有三十年 差不多有三十年 沒有的 星期日跑馬 英國是在九十年代初才開設的 以前是跑一字六的 爭論了很多年 星期日是否應該跑馬 才開放 開放了之後呢 都是沒有大賽的 全部那些 可以這樣說 那些馬場仔 當是涉旗的 星期日呢 英國就是調轉的 有賽馬 但是就是涉旗的 不要說賽馬 那個時代 八十年代 我們在英國 英超 鴨就開了英超之後 嘩 所有 港獨 星期日沒有球打的 星期日呢 那天 是星期日去打 張國祥 英甲 當時還沒有英超 張國祥英甲 搬去 星期六 踢 嘩 整個英國很開心 嘩 我今天起碼下午 有節目看電視 沒有的 所以 英國 在星期日開放波馬 是近三十年的事 波越來越重要 波馬呢 他始終覺得 我們都不會 涉旗而已 繼續跑 但是就被人有些地方去 不過 就不要停 但是大賽是沒有的 那所以他呢 到時間 星期日呢 就播 法國 和德國 和愛爾蘭了 我們上年都說過了 我說 上次愛爾蘭 打扁的時候都說了 因為愛爾蘭呢 雖然那個國家是比英國 但在七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有 星期日跑馬 以及星期日跑馬 跑大賽 那如果原因很簡單 其實法國 都一樣 德國都一樣 那星期日 因為既然英國 星期日沒有跑馬 還有都沒有大賽 所以我們反過來 我們反過來 將他大賽跑星期日 方便那些 英國騎連派馬 騎馬 來跑 這個是餘因來的 餘一之一 那好了 看完機會之後 有一點是 我想再 有兩天要補充 大熱門 港英的兩地大熱門 不是一定相同的 不是很多 但每日平均有一次兩場 港英的大熱門 都是兩隻馬不同的 不多 就是每日只有一場 起 最多兩場 其他都是跟著的 但是 看到一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 每日大熱門 三五匹馬 港英的賠率相差很遠 我們所說 相差的 比如幾元 一兩倍 兩三倍 十二倍 十六倍 那些不算是相差的 例如香港是六倍 而英國是四倍 也不算相差很重要 但是現在他們在說那些 有時候 竟然是香港六倍 英國十五倍都有 那倒著也有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都值得大家慢慢思考 那為什麼會出現 不知為什麼 香港不一聲開飛 四倍半 遲滿 英國十六倍 沒有理由 難道買下來香港 我暫時觀察到一點 只有一個原因 和騎士關係大一點 通常只有幾個騎士 貝兒學 莫亞 戴桃利 甚至有一個導遠恩 這幾個騎士 通常出現在這幾個騎士身上 不知為什麼 是這麼巧的 但當然 如果大家都知道 例如在英國那邊 那邊的飛 原來這麼冷 當然會打上去 會打上去的 會打上去的 但他一開飛 大家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 這隻只有兩倍 三倍 其實都是 現在都是 剛才說 圍著幾個騎士 其他那些 我們不是很熟悉的 就很少出現這個情況 不知是否他們 這麼有信心 真的 再想提醒大家 當你看到英國馬祭村的問題 因為英國的外圍 比騎士大大 很多很多 這樣不可以相比 我再堅持 如果香港馬會再爭 是多元 基本上全英國一百元的投注 一百元的投注 一元落 騎士也不夠 九十九個多都是 賣到外圍的 這個是事實 不要再爭 不要再爭 但問題是 英國全英國 那一元 都有一種 不是一 那一元 那一元 全英國 那一元 都有 少許作用 應該這麼說 但香港的 會合彩詞 就是香港主導 英國馬來講 但發國馬 不是 我們已經提到 因為法國沒有外圍 所以 他的投注的採持很大 香港 不夠他大 所以 香港要匯出給他 反過來 但是 當時 始終在歐章 不流行買Q 那些 Q 維持Q 那些人都不流行 不流行 香港的駐馬 比他大 所以 如果有些法國人買Q 的話 就會 香港主導 這個 要看一看大家 但是 會提到 這個可能給我留意 因為他匯出關係 所以 Win Pay是沒有回購的 是的 你留意這一點 哦 Win Pay是沒有回購的 但是 Q和位置Q就有了 哦 我沒有留意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駐馬太小 從來沒有想過 你的問題 你說你買這麼大 哦 不是 我見馬會有一個 第一版 寫得很仔細 我怕死人 喂 為什麼我買了一萬元 沒得回購 輸了 那六個百分比都很重要 這就是 提一提 但是 法國菜式是這樣 所以大家留意 好 多謝你提 我沒有想過你的問題 因為這樣從來不涉及我 我也沒有關係 好了 第二點就是 好了 說回賠女之後 另一場馬是值得提的 值得提的 這個 古活杯 馬坤騎那一隻 馬名叫什麼 鮮茶 很難說的馬名 大途 中間大學二熟 回來頂到 贏馬 又不是大碗門 是半冷 是一個好的教材 大途 特別是長途 不一定錯 也可能是對的 我最近看這個 因為暑假很多田徑比賽 都是這樣的 大會 找一兩個人 請一兩個職業跑手去做電套 現在 很厲害 找兩隻電套 一隻電套也不夠 兩隻電套 接力 繼續接力 是 前面放到腳軟 我就繼續帶來 是 兩隻電套 第一隻電套 放頭 放八百米 然後走 然後 搜第二位的電套 再放多一段 再放多一點 保證有捕捉的問題 所以 中長途賽事 在賽馬來說 流放 尺寸回氣 在那裡追 是一個學問 所以 也是一個戰略 如果我是一個大碼主 好像鵝柏人那樣 沽摩這麼多隻 你要猜 究竟他是 他是假的 做捕捉的 想偷羊馬呢 有的 鵝柏人包過的 你以為做捕捉 怎麼放到大碼 原來那隻帝門是假的 考賣是這樣的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是合法的 你嚴格來說 你這樣說 我大途一定不行 我可能 無端端放到 我本來 你不能夠說 你用意不好 你用意是想去輸 又不能這樣說 那 賽馬應不應該有 單黨呢 這個永遠 即是沒有人爭的 你出得來 同話房有單黨 大家接受了 好像踢球一樣 哈哈 不要緊 好了 我在這裏我再說一句說話 奉勸香港 或者全世界 特別在香港的澳洲 受薪董事 接受這件事 日本有帶逃 歐洲有帶逃 唯獨你在澳洲 是不准人帶逃 還有你跑一里 跑步速快一點點 就罵人家自殺 想輸 不要這樣啦 即是太過故暴自封 太過澳洲化 食股不化 不正視這個賽馬的現實 我又有少許原諒他們 澳洲的受薪董事 他們讀書那套 是由第一次開始教你不准放的 你亂這樣放是不對的 你是想輸的 對不對 第二個教條就是 你離開條欄跑 除非爛地 跑乾快地離開條欄 我當你拉馬 你明明有難 你移出來三道 我當你拉馬 好了 但是 有些東西有對 有些不對 第一點說回那個大圖 大圖就是 在澳洲 確實 是 他們不是錯了 我已經堅持我同意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套學說呢 因為澳洲全部都跑短途 那些馬 那些馬 就這樣拉上去跑長途 那如果你 跑長途 你拉上去 當然要設定 慢慢放 才會到的 如果你跑 你本身也 不是長途馬 你是長途馬 你用了短途 你差不多 簡單來說 我們不要說大長途 譬如你那隻 1200米馬 我跑1600 我用1200米段速 我怎麼到 一定不到的 對 你用1300米段速 你去到中段 帶來六七的馬位 你只是想輸 對 對 同不同意 對 你想輸 對 但是反過來 有兩件事 我要爭 爭這件事 第一點 喂 香港的馬王 美麗全城 為什麼是馬王 因為他跑1600米 用1300米段速來跑 放死所有對手 一轉彎 一加速 你幾個馬王 我不是用正常的1600米 捕捉段速 我用1300米段速來跑 完成1600米 放死他們 所以我是馬王 例外 我不要爭 這些 你說 對的 你不能用馬王的例子 來講 對 為什麼 在澳洲 因為 絕大部分馬短圖馬 你亂放 容易不良 但是 在香港 特別在歐洲 日本 那些馬 根本本身 就是長途馬 是 一定是 它不會放 而 氣量不足 你可以說 留放在哪裡 這個問題 你不會說 喂 唱放上書 我根本不是短途馬 我很有韌力 我一定到的 問題是 我戰略在哪裡發力 我決定了 我 我是 大途 我有這樣的長力 但我用大途來發揮軍速 行不行 有時候 反而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如果那些馬本身大途可以贏 而突然間 他不大途回來 你會覺得他很奇怪 日本比較出名的本初之海 這場 他明明經常大途贏 為什麼這場 他不大途 他不太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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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奇怪 沒錯 沒錯 我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 也不會 澳洲馬圈這麼盲塞 也不會聽這些 結論 再說 你在澳洲 勉強你那套 要學說 是有一定的理由 你離開澳洲 不是這麼成立 要接受全世界 很多地方的賽事 都有大途 對 沒錯 人家大途 那個不是想輸的 是想贏的 是 如果你再看 古活杯那場 我再看 其實 馬坤那個大途 是人家的決心沒有大途 他帶了十多個馬 都仍然繼續比 他不是定 他是比 他是想帶遠一點 他很明顯是想帶遠一點 入席路 讓你追不到我 其實很明顯 你見過跑步的用意 是這樣的 你不是看他 放那麼遠 還要對 我記得有時候 其實你比較回香港 如果你帶那麼遠 你還給 他已經被人測 被壽生董事抽稱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還要這麼快 除非你是澳洲騎士 澳洲騎士 是不問的 不過我這樣說 我不會爭辯的 因為現在全年都沒有 都只有兩三場場路 根本就不 根本出現這些鏡頭的機會 是微乎其微的 因為這樣 香港這麼沒有場路 我們不要計算沙田2000 花育高的2200 和沙田的2400 全年炒賣都不夠幾場 那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不過他就反而出現了 上季有幾場 很少數 他是短途大途 1200 但未轉入彎 已經是帶來四五六個馬位 然後又被人抽情 為什麼你放那麼快 試過三幾場 不過不多 走他不多 但是 正正就是這樣說 看看 現在新的新公司 都做了一年多 看看他會不會在這方面 有改變 因為這是 我們覺得 這個大途是一個戰略 你不能經常用一個 不好的想法 特別是中長途 特別是一年以上的賽事 短途有雙隔 大家可以爭論一下 但中長途賽事 是有這樣的 日本也是這樣 歐洲也是這樣 為什麼你堅持這兩件事 不准在澳洲發生 而且出來的結果 人家贏 不是告訴你 他長長輸 除了你說 和馬房做電套 就說另一個故事 正如有些馬會真是用這個戰略贏 其實今年的股活杯也是這樣 上年有一個英國賽事 馬昆又是大途贏長途 如果你查一下就知道 人家在世界各地 其實這個跑法是一個戰略之一 希望香港馬會真是接受多些 所以香港長途賽事不多 這是真的 所以他真的會因此而接受多 上海的體驗 那樣都被人屈 上次報問 同一做法 問也不問 所以這個世界 沒有辦法 好了 這集談到這裡 歡迎各位網友訂閱 麵麵頻道 和鼓勵按LIKE給我們 也歡迎分享我們這個麵麵頻道出去 也歡迎成為生活會員 成為生活會員的方法 可以看到YouTube文字 那條link我點擊 就會成為生活會員的方法 我這集先進行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公細 我們請來